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各位远方近方的朋友 你们好,我是Leo老师 其实可以很长篇的,所以我都尽量快点说 不过我都希望有些时间是大家去回应 所以稍后有一部分可能有五分钟至十分钟要大家输入一些东西 我没有输入的,不过我会有个PDF file 稍后结束之后,我们再在订阅中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题目就是《从希伯来圣经》看如何牧养流山人民 这个其实接触上次Sonia老师说到关于流山人民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温馨Sonia老师很丰富的一个内容 不过我会从两个方面去看《希伯来圣经》如何牧养流山人民 第一部分是《五经》的最后形式看祭司的牧养风格 第二部分是讲《历代志》的,又会隔一个星期再跟大家去看 什么叫《五经》的最后形式呢? 稍后我就会看到一些所谓编修的简介 首先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或者从一段经文开始 如果大家有《圣经》或者可以在《凌光幕》也看到 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二章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一到十三节就讲到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阿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传汇众说 十月初十个人要按着家庭取羔羊 一家一只羔羊,若一家人派小吃不了一只羔羊 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轮舍共取一只 你们要按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 你们要从绵羊或者山羊中取一只无残疾一碎的公绵羊 要将它留到本月十四日,那天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传媒众就要将羔羊宰了 他们要取一只血,陶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 两边门关和门尾上 当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 用无教饼和苦菜一起吃 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用水煮的 要将羔羊年头大腿和内藏用火烤了吃 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有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烤了 你们要这样吃羔羊腰间畜大,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 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畜生都击杀了 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 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愉悦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 再央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 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有些同工会很熟悉这段经文 或者每一年复活节 之前之后都会有余节晚餐 但我想你要留意一点就是 这个段落是耶和华在埃及和摩西和阿伦说的 如果我们经常说是神的说话 这段说话就真的是神的说话 但你要留意它的内容很有趣 首先定了日子 然后在初十的时候就要准备那只羊羔了 然后还要等到十四天,要等四天 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就是我们 我小时候新年的时候 因为开年以前那些街市不会年中无休的 所以街市初一、初二、初三通常都收市 没得买东西的 但是开年就要吃肉的,初一要吃齋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很久很久之前 我们就会养一只鸡在自己家的厕所 到开年的时候就要吃汤鸡 所以我又见过汤鸡 我想我也会吃汤的 其实那个情况很相似的 你先预备一只羊羔 然后四天之后就把它拆掉 然后吃的时候有些特别的方法去吃 用火烤等等 然后就要说到后面那些血是一个记号 你想一想一层的话 其实他们刚刚那一晚 可能就是或者那一天 那几天 其实这里在说多少天呢 其实那些时间可能会有些混乱 不是刚刚他们和法老斗法 好像分辨必争的 可能明晚就要灭命的天使就来了 那还能不能够取羊羔 来等四天呢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其实是之后他们应该怎么去 去庆祝或者怎么去预备这个余节 因为在同一个十二章里面 你会看到 你滑到下面的话 现在用滑的 你看到下面的时候 你看看二十一节那里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长老 就和他们说了 这一段就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来说的 所以那个说话的人是转变了的 所以整个焦点是不同了的 你们要为家人取羊羊 把鱼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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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因为耶和谷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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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如阻以色列人和埃及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国家 于是百姓低头敬拜 以色列人就要吩咐摩西和阿伦去做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留心看的话 摩西和以色列长老说的情况 就似多的是当日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要派灭命的天使将长头生去杀死的时候 你还要找一只羊,还要等他四天,还要慢慢搞 不要了,现在立刻就创了羊,然后用血抹在门框里 让灭命的天使就可以离开你们 你们永远的定例就做了 这个就更加似,或者更加会切合当日可能发生的那段事 或者那个情况 所以其实在十二章里面是有两套 或者两个关于如节怎么守的条例 时间关系我不再说了 因为去到生命记已经不同了 因为生命记是可以用水煮的 去到黄记又不同了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如节的所谓纪念有很多不同版本 不过我想从五经的编修的历程 来和大家去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两套呢? 当然我们最基本或者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在故事里面的世界去想 就是摩西叫以色列长老来 就立刻要杀了羊 因为他们要保命 但是上帝对摩西的吩咐 是说将来你们出了埃及之后 你们永远去纪念这件事的时候 你们就要第十天就选择羊了 然后量度一下我家里有多少人 如果不够的话 如果太大就和另一家人去分享 开心分享 这个是说将来的 但是你想想 上帝吩咐的时候 现在生死存亡的时候 还要说一些很复杂的 如何去守这些礼仪 如果你再想深一层的话 他和长老说 比如摩西和长老说的时候 那些的以色列人是知道不知道 上帝的说话和吩咐的呢? 有些的学者就会说 其实那些长老就和摩西一起听到上帝的说话 所以摩西和那些长老说的时候 就不重复上帝的说话了 就直接去和那些长老说 你现在立刻去把羊挖在门眉那里了 这个我们是从故事里面的世界去想 去解释 为什么有两套不同的 关于如节的条例呢? 不过如果我们呢 我们看回我们那个 这个是一个PDF file 如果你们回家 就是我完了之后会传给大家的 那你们呢 点击点击那些连续 它就会弹出其他那些内容 就是那些内容出来的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的 我一次过没有说了 分几个几样东西放在那个PDF那里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的话 我们从这个所谓圣经后面的世界 来去思考一下的话 在第十二章上主吩咐 和摩西复述有什么不同呢? 那你会见到在上主的吩咐里面 其实强调了就是首节的细节 是不是? 高羊恰当的食用方法 怎样选择羊膏 血呢 是说到这个是一个记号来的 一个策 它的功用是让你记得上帝 在这一刻去拯救 是不是? 所以如玥就会强调 就是对埃及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回 摩西的复述 它是强调什么呢? 行动的紧急 马上要创造羊 血呢 要在门框里面 要保护那些子民 而如玥就是上主救赎之举 上帝是保护你们 使灭命的天使离开你们 然后他会再加一句 就是那些小孩子 你要问他 所以后世对加塞解救的纪念 这个就是摩西的复述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说了一点 如果第四点呢 其实是更加像 摩西在后来生命记那里 提醒以色列人的说话 多一些 这个不详细说了 不过呢 不过呢 你会发觉就是 在第12章1-13节 讲到上主的吩咐的时候 它是强调着 那个祭治的视野 就是如何去 一个恰当的 在面对上主 你去献祭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恰当的时间 但是那些细节呢 是要很仔细的去遵守的 那这个是一个祭司 所以这个是一个祭司的角度 去说 如何去守余节 所以一个祭治的视野 一个祭司的角度去讨论 或者去跟那些子民去说 以上主的声音 为一个的表达的形式 就去叫那些子民 就是你要这样守折 你要这么仔细的去守折 不过如果你看摩西的幅述 它就不是在说这些事情 它是说现在杀到了 是不是? 够熟的视野 在说门框的血是保护我们的 你快快去做 因为现在是趕急的 上帝的灭命天使已经在来 你还没有时间 让你慢慢守这些细节 如果你表面来看 其实两者是有冲突的 是不是? 因为一方面你要有时间的配合 仔细的预备 是吧? 你要怎样夹 跟对面家人 或者邻居夹 是不是? 但是摩西的幅述 就很强调 已经杀到了 快点把那些血涂在门框 那只羊 究竟选得对不对 有没有检查清楚 这里是没有提的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 但起码这里是没有提的 所以这方面就是 这是一个所谓祭祀的视野 一个就是一个救赎的视野 一个就是一个救赎的视野 两个的经文 或者两个关于余节的福术 一个是透过上主的吩咐 一个是透过摩西的福术 就摆在同一章里面 那这些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 就是普通的信徒 我们活在圣经世界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好像刚才那样 我们用圣经世界里面的一些可能性 去解释这个差异 是不是? 其实长老和摩西一起听 或者这个是说当日要发生的事 所以上主的吩咐是说将来要怎么守 但是后来你就发觉将来他们又不是这样守 这个在故事世界里面 但是圣经学者就尝试去探索 就是圣经背后世界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记载呢? 为什么有两套的所谓过余节的方法呢? 其实究竟有多少个方法去过余节的话呢? 如果你跟那些圣经学者去走一转的话 你会发觉其实就不单止是这两个的 刚才我说到生命记有一个的 列王记有不同的 去到后来历代志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去记载这个 或者去说如何去守这个余节的 而圣经学者的想法就是 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因为当这个余节在不同的历史的处境里面 去传递流传的时候呢? 因应不同历史的情况呢? 那个编修者就是将这些经文 将这些事件记载下来的那些人物 就是我们假设他 我们叫他做编修者 或者我们叫作曲者 看看你怎么叫他 他们就因应当时读者的需要 来到去有少少改动 或者有少少不同的强调质重点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摩西那个是说可能在古代 当他们传递 为什么要守余节呢? 是强调上帝的救赎 他们出拉及 他们面名的天使 杀到来了 但是12章1至13章 可能其实是再后期一些了 就是那个出拉及的事件 已经离去可能很远的了 到了后来他们就 当我们在守的时候 现在我们守的时候 我们就要按祭司的要求 或者作为一种祭祀的形式 现在不是因为要出拉及 等些避开面名天使而做 而是因为过了很久了 我们纪念这件事 作为一个祭祀上帝的行动 那我们的细节就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11至13节那段 之前有很可能 就是学者推论是后期一些的 而且是透过祭司的编修 那些编修者就是祭司 所以他强调我作为祭司 我强调那个祭祀 应该如何去做 以至这个祭祀是有效的 这个祭祀是可用的 所以呢 反而可能摩西的幅述 是早期一些的流传 去到12章1至13节 是后期一些祭司的编修 详详我不可以在这里很仔细讲 我在我的博物里 李君彤分享原地 如果遲些你收到我的PDF 那里也有一个博物里 博物里的博物里 我有一篇文章 其实很久之前写了 他这里有讨论到 不难想到评价学者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学者 将上主的说话 看为反映祭司的想法 加因他背后强调了 对守折祭儀的合式途径 而摩西的说话 是表达一种被老前的自然宗教意识 加因他倾向将宗教意识的拯救效能 发扬开来 就是那个祭儀 那个祭儀本身的方法是次要的 因为他救你的 救熟的功能是强调的 两者不同可能是反映在编修者 其实引用了两套历史底本 这个就是评价学者的一些假设 但就算如此 我们都可以进一步地问 就是为什么要将祭司的想法 以上主的说话来表达呢? 你想想这种表达形式 其实是会不会觉得上主的声音 是代表更加高层次的权威 祭司透过 这个是神讲的 是吧?摩西讲 摩西只是伏述上帝的说话 是吧? 但是祭司讲 祭司的想法 就是透过上主的说话来说的 是吧? 将祭司的语言透过上主的说话来表达 说他将祭司的意念更具权威地透射出来 这个可能就是反映一个时刻 就是祭司的指引 可能就是代表举行与之的正当做法 那你当然要听上帝讲的 摩西讲的可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只是这么说 但以后你要听祭司讲 不过 但另一方面 这套拥有权威的话语 进一步由摩西作为中间人传递 后世提供了一张权威质重点转移 他又不是叫你硬吃的 你可以慢慢去透过摩西的说法的时候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绝对的 因为在摩西的说法里面有少少不同 那就适合后世处境需要作为切入点了 在历史上某些时间 或者另一套关于如何进行礼仪 或者全式礼仪背后意义的意识形态 会随着生活社会 甚至历史变迟而冒起的 或者已经一直存在在非正统的民间 祭司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庆祝余节的时候 可能那些首例的细节 我们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最紧的是 这是上帝救我们的救赎的恩典 我们强调的恩典 就是律法主义 我们守着根 所以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极有可能的 摩西的说法 或者表达了另一种见解 这个就算无论如何去想也好 这个也在说我们后来的读者 我读在这里 后来的读者有机会 和这套权威的语言协商 对话融会 如果遵守预知的条例 只是透过神圣的语言 临到人民当中 就是祭司说 上主是这么说的 你就一定要照做的 他就变成一种绝对而专制 硬食了 或者我们叫大石砸死下 上帝这么说 没办法 但是就没有了任何空间 让你融会这些这样的条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呢? 但是神的话语 如果变得过度专制 我们反而就不能够 与神达成真正的协定 这个我们 稍后我会再讲多一点 这一方面的 就是 关于祭司的语言 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其实 究竟有多少种方法 如之呢 透过出埃及的那两段经文 我们看到至少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实际一点 简单一点 直接一点 一种是祭司 一种很所谓的 循道式的 有些的规矩 有些的条例 你是要跟从的 这些这样的方法 甚至乎学者的推想 这些其实是祭司的想法 这些是后期的想法 这些是后期的想法 表达出来的一种记载 所以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去讲一下 五经最后形式偏修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 我们可以有很多假设 今天的假设就是 五经的流传是经过很多年 所以是经过很多人的手笔 你就算相信最原初是摩西的手笔 他怎么传递 可能经过很多一代的口述流传 到备老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偏修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今天就不只是说了 因为下学期 会在神学院开五经研究 我就会慢慢跟学生去讨论 但如果我们很快去看看 我又开了另一个 power point 这个power point 就是曾中正老师 有一年在神学院 去表达的一篇书 后来编达了在 《looking to the future》这一本书 第四章 他用德语圣经学五经形成的研究 我们详细不讲 我只是看其中一个power point 所以这些你可以慢慢看 所以是给你的 你透过那个连结 应该可以接触到 我们特别看看 这个叫Skrumit的一个说法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对于所谓 圣经五经编修的一个想法 是一个 theory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这个 theory 是解释了一些 譬如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会有两套的方法 其中一个想法 就是在很早 譬如公元前950年 南国犹大 那时候是所罗门 或者那时候 国力最鼎盛的时候 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开始编修他们 国民的历史 国家的历史 于是乎 就有所谓耶护华典 J典 因为J 就是说他们用上主的名号 就是 亚维 亚维在拉丁文里面 发J音 J 所以他们叫这个 J典 这个就是很早期的版本 然后 然后其实 但是同一时间 在北国以色列 他们分裂了 北国自己制造另外一套 他们就不称呼他 J 耶和华 而是称呼他 因为北国灭亡了 所以那些E的版本 就流落了去南国希西加的年期 于是乎 就是一个所谓 尤大的R 就是RDECTER 就把这两个版本 结合成为一个叫J典 所以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 你们可以有机会再慢慢了解 但是 接着来 就是去到南国滅亡 差不多面对着巴比伦 他们就把那些历史再重修 然后把所谓生命记 摩西的说话再加上去 就变成JED 最后就是P 就是当他们真的滅亡了 而他们在巴比伦的里面 那些祭司 带着所有的典籍 或者所有的资料 或者所有流传下来的 写下的东西 然后再进行一个最后的附加 所谓的JDP 不过 所以 其实这是很复杂的过程 也有很多理论去讨论 就算曾老师的 那些东西 你会看到四五套理论去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编修的问题 而是说到最后的形式 去到公元前400年 就是那些流散的人民 这是说秘鲁后期 秘鲁后期 当他们在巴比伦 他们已经秘鲁了 国家灭亡了 但是当时巴比伦都灭亡了 他们就在波斯 或者接下来 可能是波斯 或者希腊 他们被统治的时间 他们的形式 五经就进入一个最后的阶段 就由一个所谓耶路撒冷的RP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祭司的 就是编修的最后的形式 它是按着什么的原则 或者什么的思考 来编修五经 所以我们之前那些 我们不详细说了 其实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就讨论 最后的时候 面对着那些人民 流散的人民 是如何去预备他们的经典 预备他们的经卷 而是那些的经卷 是帮助到这些流散的人民 在信仰上面 在他们生活上面 面对种种的挑战和困难的 如何牧养他们 透过这些经卷 或者你简单来说 我听我说的太复杂 你听完之后都是一头没水 简单来说 其实那些祭司 拿着圣经的时候 他是如何讲道的 他拿着经文的时候 他其实可能收了很多经文 这些普通百姓 其实他们看不到的 但是祭司 他要讲的时候 他如何编写 他的讲章 他如何编写 要传递给人民的信息 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方针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譬如我们看到 出拉及的十二章 我们相信 我们现在手上的 就是最后阶段 所有的经文 所以我们在说 最后形式 但是最后形式 是如何编修 或者他想表达什么 至少我们会看到 在同一章里面 上帝的说话 和摩西的说话 是在一起的 隔了几段 其实上帝的说话 由第一节到第二十节 因为有无教饼节的细节 我今天不详细和大家说 但是这里有一章 就是摩西的复述 所以他们将两个的说话 都放在一起 你可以这样想的 我可以纯粹只是 放上主的说话 在这里 我不需要摩西的复述 人民就听到上帝的说话 好像十届 人民直接听到上主的说话 吩咐的 是不是? 他们很害怕 但是最后形式 在我们手上的圣经 它是将摩西的复述 是放在一起的 而摩西的复述 很明显和祭司 或者上主的说话 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甚至乎 你可以说是有少少矛盾 是不是? 一个叫你小心点去选 一个叫你快点去杀了羊 是不是? 是有少少矛盾的 那究竟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或者其实这样是反映 一个怎么样的风格 祭司的风格呢? 所以这一部分 其实是今天的主菜 刚才那些是开开你的胃 祭司神学视野 和他的牧养风格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五经最后形式 看祭司的牧养风格 是不是? 什么叫五经最后形式 我希望刚才一个很简短的交代 大家都掌握到 或者可能在神学院毕业的同学 都应该听过了 但是这些所谓偏修 或者最后的偏修 祭司的偏修 什么祭典 这些其实对于我们的牧养 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这一刻呢 我就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如果你参加这个连结 它就会有另一个power point 出来的 这个power point 我们逐点去看 不要一次过看了 祭司编修的神学视野 和牧养风格 不过我说之前 大家要留意 这个只是一个推断 因为我们实际不是很清楚 最后究竟祭司 我们只是从经文的蛛丝马迹 就像我们刚才那样 比如说拉及记第十二章 它有两段不同的说法 我们就跟十二章一到十二节 或者一到十二节那里 我们上主的说话 我就推断 这个其实是祭司的想法 这个是祭司的视野 他这样说 他的牧养风格 就透过这些经文 表达出来 所以从内容里面去推上 不过我们就假设了一件事 就是现在我们手头上的五经 所谓最后形式 是受这个祭司最后的 最后的编写 将所有的元素摆在一起 当它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觉有些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保持多元性 maintaining plurality 所以在第十二章里面 譬如你在祭司 当你在面对着秘老的人民 流散的子民的时候 你可以一言堂 你们所有人都遵守一个条件 或者余节都是这样过的 因为上主的吩咐 就是你们就要找一只羊 是不是? 守它四日 然后是无残缺的 而且你要量一下 你家人够不够吃 不要浪费 不是不要浪费 其实因为是祭物 是神圣的 所以你吃不完 你不可以隔夜菜 这是神圣的 你献给上帝 你不可以这样的 祭司很紧张 这些事情 究竟祭治的合法性 合不合礼仪 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这一件事的话 可能在不同处境下的人民 他们就会觉得 我做不到这件事 那怎么办呢? 我家里没有羊 或者我在埃及 这是真实的情况 譬如那些犹太人在埃及 在北非 他们有一个圣殿 但是他们的圣殿正正开在一个 拜羊的埃及人的圣殿 对面的隔离 那些拜羊的祭司 埃及的祭司 就看到他们 你杀羊 我们在敬拜那些羊 你杀了他 所以最后他们 他们是把北非的圣殿 好像暴动那样推翻了 就是拆烂了他的 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说 如果我真的照根祭司的话 不行的 在北非我就不可以这样手折 那怎么办呢? 所以 你会发觉 在最后形式里面 在那个 的经文 那个表现里面 你会发觉 他是兼收了摩西的说法 甚至乎 如果你详细看五经的话 《生命记》 讲到关于如何去 过瑜节 都是不同的 都有另一套方法 所以他是愿意 如果祭司 是愿意 将这些所有不同的经文 或者不同的首节的方法 都摆在同一本的五经底下 所以他是保持多元性的 这个我们稍后再想一下 那有什么意义? 而另一方面 你会发觉 就是所谓的 祭儀的 巡道 Methodist organization 当然我借用 巡道维里公会 或者巡道中的说法 因为 这个所谓巡道 Methodist 是当约翰韦斯在牛津的时候 他们一班的弟兄姊妹 就医封某一些方法 来去修养他们的信仰 所以这个所谓方法论 是很重要的 如何去做 所以 你会发觉那些祭司 如果我们再详细些去说的话 比如所谓五经的最后形式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说 但是其实五经最重要的部分 就不是创世记 而是中间的 在西乃山的颁布律法 在西乃山颁布律法 最长篇的 其实是利未记 整个利未记 都是西乃山颁布的律法 还有就是出埃及记 所谓的兴建回幕 也是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而在内容的风格来说 这些很明显就是祭司的首筆 祭司说如何去宴祭 祭司说这个圣殿应该怎么建 或者会幕应该怎么建 所有都是祭司最后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你会发觉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祭司关注的是 你如何很仔细正确地去守这些礼仪 这个就是祭司的风格 其实对当时的人民有什么意思呢? 我稍后再仔细去看看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所谓法理的全身 这个就复杂一点点了 我不会详细说 就是所谓法理性的 就是他们怎么将历世历代流传了很多年 甚至乎可能几百年的 一些不同的法律或者一些要求 或者就算你说 摩西传下来的那些要求 譬如在出埃及记的所谓十届 我们用十届做一个最基本的典范 他怎么去传释这个十届 去到祭司的手中 他是怎么去运用 或者是怎么去讨论这个十届 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发觉在五经里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最后形式里面 十届是有两套的 就是如果有些学者甚至符合三套 因为利美记有一个叫疑似十届 不过这个不详细说 但是很明显 但是大显姊妹或者童公 应该留意到的就是 十届都有两套的 最不同的那两套 一个是出埃及记 一个是生命记 是不是? 出埃及记 说到守安息日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理由是 因为上帝创造天地 第七天又安息了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 他就会强调 为什么你要守安息日呢? 因为你们是入围奴之家 来出来的 你们不可以再做奴隶 你看到那两个的原因 守安息日的原因不同了 这个就会给我们想一下 谁其实在传释着谁呢? 究竟是十届出埃及记那部分 传释着生命记那部分 是谁是早期的? 这些就是圣经学者会讨论 就是所谓圣经背后的世界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以至有我们圣经的经文呢? 这个法律的传释 我们发觉 其实祭司是有一套的方法 去传释这个法律的条文 用最简单 今天不详细去讲 真的没什么机会 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分享 但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看十届的话 讲个答案 或者讲个结论给你听 其实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我将来的输入点 你如果再按这个连接 它是有一个输入点 是在讨论这件事 或者我们很快看一看 是怎样所谓法律的传释 有一个 例如十届的流传 这些详细不仔细说 这是我在另一个很久之前的讲座里面说过 我们就直接看到所谓历史处境之下的十届 这些大家可以有兴趣 自己完成之后慢慢去看 所谓本源 就是所谓编修历史 如何去考据 本源考据学者推断 如何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十届 其实十届有几个阶段 最基本的 最第一阶段就是有七不之界 有七个不的界 这个可能在口述流传的时候已经存在 很古老的 但是去到后来 因为生命记的扩写 所以生命记就将七届和第一届扩写 即是怎样呢? 不可造像 所以生命记很强调不可造像 这个是跟列王记 可能就是金楼族有关 所以那些人就推上 去到生命记 他就扩写了 将一些戒命 原本七个戒 就加了三个戒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讲的最后形式 就是当他到五经秘鲁最终的时候 祭司就偏修了 所以出拉及记 就将生命记说到 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条例 就移动了 从出埃及 不要再做奴隶 就移动了去 因为创造的缘故 你要守安息日 这个就是祭司的最后编修 我们这样讲 其实这个就讲到 安息日在后秘鲁时期 帝国边缘化的再施和实践 为什么安息日在秘鲁后期 或者甚至乎波斯回归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在帝国的处境下 是边缘化了 就是犹太人的信仰不是主流 不是重心来的 在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里面 在这样的处境下 他们说守安息日 他们就不可以用自己本源的历史 说我们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释放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 那这样不行的 你想想 因为所有人都不是这么想的 你犹太人的事 关我什么事 但是如果我们把安息日放在 其实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告诉别人人要安息的 所以我金领安息不是因为我在犹太人 而是因为我在人类 你是一个人类 那你要听神说 所以从一个边缘化 就将所有的条例 就将它变成一个所谓 是一个普世的 上帝创造的经验下的一件事情 就不是一个个人民族的一些要求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 Hermaneutics 你会发觉法理的全息 就会按照祭司 因为处境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其实这个是和流散时期的处境互动 所以那些祭司就不是死鼓鼓 死牛一边颈 或者铁板一块的 你一定要遵循祭司的说法 所以是没有多元性的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礼仪的程序 是没有诠释的空间的 不是的 祭司当他编修最后的五经的时候 他是保持这种多元性 当然他的焦点就是 祭司是一定要尋規道举去做的 不可以逾越的一些规矩 但是他也都容许 或者他也会再进一步去诠释这些经文 或者这些法理的细节 但是其实这个是因为他和流散时期的人民的需要 进行一种互动 他不是说这些事情是永远都不变的 而是按住处境是需要留心如何去运用的 最后他的所谓方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话权威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专制的权威 不是一个我说了就算 这个就和上面的所谓保持多元 容许一个存绩和处境互动是有关系的 就是因为悲善这些原因 他的权威不可以是绝对或者是一种专制的 所谓什么叫专制的权威就是大石砸死蟹 有他说没你说 你不可以反对他 你不可以质疑他 但是祭司在他编手五经的时候 他正正就是摆了很多不同的元素下去 当你看了出拉及记的经文的时候 突然间你落在生命记的时候 你就问回祭司 那为什么摩西当时是这样说的呢? 祭司自然有方法去 所谓法力的诠释 这个我不详细讲怎么去做 但起码他会再进一步去传释给那些 所以其实是一个对话权威 它是容许了很多空间给你去问问题的 容许了很多空间给你去疑惑的 因为其实你看到 其实为什么五经或者说到最后呢? 就是我们那些学者 为什么会有饭食呢? 正是经文本身是很多元的 有很多前后不同一致的地方 是我们去问你 你作为一个编修者 最后为什么要这样编修呢?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不同的东西 放在里面呢? 这个正正就是那种 我们觉得五经的所谓对话权威 它的权威是容许你去商量的 这些其实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最后一个我自己的反思 你可以说就是这些这样的编修的元素 或者风格 这些神学的风格 或者神学视野 如何去表达祭司的牧养风格 或者在对着流散的人民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我们要留意的呢? 第一就是多层的社群意识 它是容许甚至乎保持鼓励尊重多元 它不是觉得我这一套方法是唯一 独有 绝对 它是容许其他不同的声音 都是被聆听 被知道的 甚至乎可能 甚至最后是在质疑它的权威 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对话的权威 所以它的权威是可以被质疑 可以拿出来商量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多层的社群意识的 对于流散的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族群 譬如只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那你就跟着祭司在第二圣殿的要求去献祭 那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 但是有些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北非 有些还在巴比伦 有些去了小阿世阿 有些就做了大官 大尔利亚 有些还是小民 有些就是祭司的所谓领导阶级 以斯拉 尼希米 那些是本土的领袖 但是同一时间也有一些可能是 耶利米苏所说的极窮的人 那些人现在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就不穷困了 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地或者在犹大地 当那些大官贵人走了的时候 他就拿那些地来奸作 是不是? 他们就发达了 但是他们是本土派了 是不是? 那么很多不同的意识 或者很多不同的社群 而祭司看到他不可以一言堂的 他是需要 尤其是我们在五经的最后编修形式里面 我们看到 他是愿意尊重 甚至乎可以说是保持多元性的 其次就是 他很强调那个 礼儀的方法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 所谓仔细地遵守这些礼节呢? 其实是因为 其实在那个流散的社会里面很混乱的 正正就是个个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个个自己都有他那个说法 所以祭司就会强调就是 既然这么混乱 不如我们就要依尊一个方法 一个order 一个organization 一个ritual的方法 这样大家在接近上帝的时候 就有一个信仰的把守了 那你要想一下 就是 其实 这个我其实听过某一个传道人说 可以立刻应用今天 就是 他说 譬如我都试过的 就是 我在独立教会成长的 就是我是那些 所谓主流教会 方向派教会长大 那方向派教会讲道 就不跟经货 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我应该讲什么道 譬如尤其那些六四 或者一些有很严重的社会事件 四川大地震 那你就要想 想爆头 究竟讲什么道 但是如果你是秦道为李宗 圣公宗 那些大英姊妹 或者那些传道人 那些同工的话 你就知道 跟经货 你不用想的 跟经货 在混乱的日子 我们还有上帝的圣言 我们就跟经货去讲 究竟那一日上帝 教会历史传统 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去面对那天的处境 你明明祭司 其实那个祭儀的循序 那个循道 其实是在一个混乱的日子 尤其是秘老的人民 可能每天都不同的 那些帝国招令直摆 在这么混乱的日子 他怎么去面对他的信仰呢? 好了 那你宪制的时候 你就A、B、C、B 跟着做 那你就会有一种的安全感 有一种的规律 那你就可以慢慢再建立你的信仰 究竟上帝要求我的是什么呢? 当然也会说到就是法理的诠释 不过这个我想要留意 就是他们不是去创造一些新的条例 而是他们追溯 譬如摩西的时候怎么说 五经最主要就是说摩西的律法 或者上帝吩咐给摩西 然后摩西流传下来的律法 尼未记说的那个 就不是那一刻摩斯时期师创造的 所谓制宜的条件 而是他说出埃及在西乃山 你明白吗? 追溯回最古远的传统 正统是什么? 但是在那个正统的里面 他们仍然都有一个所谓 存息的空间 有一个innovation 所以说 祭司不是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 而是他在旧的传统 当旧的传统才去包含了所有 譬如我们用今天的说法来说 基督宗教有很多不同的表述 天主教的 刚刚说的圣公宗的 或者循道为理会的 或者我们这些方向派的 有不同的信仰表述 但是当我们有争拗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回到教父神学的原始 第一世纪、第三世纪 尼西亚信经 我们就追溯传统 去处理那些差异的问题 但是在追溯传统里面 我们会传释究竟那时候 教父是说了什么? 那是一个更新 对于我们今天的不同的群体 有一种新的传释在里面 所以你要想想 我们不是在创立一个新的宗教 基督教的二百二千年 甚至乎祭司说的五经 他不是说新的经书 而是他说摩西的时候 如何流传下来 我们今天怎么去诠释、去理解呢? 但是这一切都是悲伤 或者建基于原因 就是 它是困难的 只是流山时期的处境 是非常之复杂的 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香港 或者今天的世界 很多不同 已经不是一个单一化的 譬如你说中世纪 天主教、教皇 所有人都听教皇说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 基督教是一个主流的 是一个必然的国教 每个都相信的 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 现在这个处境是很复杂的 有不同的社群 有不同的表述 那怎么办呢? 更加重要一件事就是 他们被老被上帝审判完之后 他们现在回头了 所以 我经常用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 究竟 现在他们跟前度复合 是不是很复杂? 我对前度 我很担心自己有做错事 因为之前有些东西分开了 现在对前度 对前度 现在我们复合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尋规道具 是不是? 还有 就要追索回我们当日 是怎样相爱 是不是? 所以在这么困难的处境里面 所有的事情 都要再重新去思考 究竟如何去 去发展这个 信仰呢? 最后 这个所谓的权威质重 和人民心灵融会 你看回我的帖子 因为我说了太多了 你看回我的帖子 你可以再去 再看多一点 我今天不详细说 不过 或者简单说 就是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或者不是一个专制的权威 它是愿意开放 容许多元 可以讨论 可以诚释 可以诚释 你会看到 它是可以套用到一个很复杂 混乱的世界的一个权威 就不是一个死固固 铁板一块的一种专制的权威 所以对话权威呢 如果上我的课 我也经常说 所以今天也不详细说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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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